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朋友有新朋友 其实很多人有可能都认识我 是不是 我姓于 叫莉燕 美丽的莉燕子燕 目前是爱多美的玫瑰大师 也是爱多美领袖俱乐部的新成员 谢谢大家 拿到这个题目以后呢 我就觉得一直在思考 然后什么是成功 成功式的定义是什么 让我来讲成功 我现在在爱多美算是成功吗 算 算了 好吧 但是对我来说 我承认在爱多美是成功 但是是小成功 我迈出了第一步 后面还有很多步要等着我 那 所以我真的就是想了半天说 你们觉得我成功 那所谓成功的定义在哪里 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日子叫成功 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不用做工 不用做工 不用做工叫成功 还有吗 睡到自然醒 叫成功 还有吗 睡觉也有钱赚 叫成功 非常好 我们给他鼓励掌声 所以那大家知道 这一切在爱多美都是有的 所以呢我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我自己 我自己对成功的定义 认为我理解成 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我的定义理解成 第一成功 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 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那叫成功吗 你没有服气去享用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我们要用健康的身体 那这个呢 我本身在爱多美是有收获了 爱多美有很多的什么 保健片 维他命C 鱼油 医生菌 所以我每天服用爱多美的保健品 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健康了 昨天在玉朗东幸福中心 碰到一个伙伴 他在我刚加入爱多美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是2016年的 年头的时候 他见过我 他说 不对2016年的 大概10月份的时候他见过我 他说你现在真的很不一样 我说我哪里不一样 他说你的脸色就不一样 他说你的皮肤很白 很亮 看起来很健康 之前的时候见你 看起来就是比较暗淡 看起来没有这么活力 这是他给我的评价 所以我是不是在爱多美收获了健康 这一点我有了 所以算是成功了 对吗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 财富 刚才大家讲的 我要睡到自然醒 我要睡觉的时候 睡到自然醒并不是成功吧 最要的是睡到自然醒 还有钱进来 那个就是财富上的成功 对不对 那爱多美有没有给我实现 大家知道领袖 爱多美领袖俱乐部是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进吗 在这里我可以跟 可能很多伙伴是知道 但是有一些新朋友不知道 那领袖俱乐部是要连续六个月 加起来收入要超过六万两千新币 平均一个月都要一万新币以上 大家理解吗 那就意味着现在我每天睡到醒 就是睡到自然醒 当然要醒了 睡觉时间一定要醒的是吧 不醒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下 每一个月大概都有一万以上新币的收入 我也思考了 在新加坡什么样的行业 现在能有一万块钱以上的收入 医生 有 但是我肯定做不了 因为我没有那么聪明的头脑去读 读那个课程 对吧 所以说律师 我也做不了 这些都是那些 真的就是 非常的有高学历的人可以做的 但是我现在也拥有了 这一个月的一万块以上的收入 那我也算是一个 小成功 但是在爱多美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 一个月一万新币 我们的目标是每个月 刚才董事长有讲是多少 五万美金 所以说 我认为说有健康了 有这样的财富了 那算是成功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少了些什么 难道我就是很健康 我每个月都有收入 就成功了吗 我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 我有了钱 但是我不一定 我内心是快乐的 所以我的定义就是 不是说还有生命的价值 我除了我自己健康 我有财富 那么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我能为身边的人做些什么 那么这个爱多美 它也让我实现了 因为我在加入爱多美的初期 我把我的朋友介绍进来 不经意地介绍进来 那我的家人都在中国 他们现在是不可以加入的 所以加入的前妻都是我的朋友 那有好多前妻加任进来的朋友 他们现在也成为了玫瑰大师 钻石大师 当我看到他们也随着这样的 在爱多美的平台 一步一步地获得了健康 获得了财富 我觉得我的圣明是有价值了 那在爱多美 目前我也体验到这一方面 爱多美所给我的价值 那么另外一个 我认为成功是成就满足 目前我不觉得我的成就很大 我正在努力着 就像今天 我想我站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 爱多美的这个平台有多好 我也是在努力地做着 希望有一天我会有大的成就 我希望新加坡更多的人加入爱多美 我希望会员 从现在已经有八万的会员了 我希望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是我希望 我现在那个下面的两个字是什么 满足 对不起我还没有 我希望爱多美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以后会做到 那么当我有了成就跟满足以后 我的成功我认为我就会拥有快乐 幸福 到那个时候我才是真正的成功 所以我希望说我看到我的伙伴 我看到新加坡的会员 很多人一步一步地成功 在我最后我收获的是快乐和幸福 这个时候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成功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成功的定义 在我心里的定义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我也简单地通过这个成功的见解 也知道了我的来龙去脉 我进入爱多美差不多是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这两年多里面 我现在获得了小小的成就 小小的成功 那么大家 在这一路上我是经历了很多 大家想不想要听一听 我一路上所收获的爱多美的成功 最主要的是什么 想不想听 想听请给我热烈的掌声 掌声有多热烈 我就讲的有多热烈 再来一次 谢谢大家 先说一说 我为何要选择爱多美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的产品 不是我说的 新来的伙伴上网搜一搜 旧的朋友 我不必多说 是不是这样 那一块五的牙刷 四块四的牙膏 对吗 包括你日常所用的 这个价格 已经大家都听到了 一块五毛一只的牙刷 黄金纳米的 那么品质 大家回去用 自己来体验 那么 这个是吸引我进爱多美 选择爱多美的最大 我一开始是用他的洗发水 老公生头发 我的故事 现在应该是 快要家喻户晓了 我是因为洗发水 喜欢他的洗发水 我先生用了生头发 我才加入爱多美的 是不是因为他的产品 是 因为吸引入爱多美 首先你要被产品所 感动 你喜欢产品 你才会去 用他的产品以后 你才会慢慢地 进入他的系统 我用了他的产品以后 确实很喜欢 那么我越用越多 在这个时候 经过了我加入以后 经过十个月的时间 我才 了解到他的什么 奖金 制度 所以呢 我才开始经营爱多美 所以做 经营爱多美 第一步一定要干什么 喜欢 产品 第二 才来了解他的系统 如果你今天跟我讲的说 我加入爱多美 是为了赚钱 没有错 没有错 你可以 但我还是说 在你赚钱之前 你还是应该 先了解一下 他的 产品 先用一下 他的产品 因为你要做生意 你要做事业 你要赚钱 你一定要对你所经营的东西 有一个了解 那才可以做 是不是这样 那你在买爱多美产品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花格外的钱 它都是本来你家里要在用的 是不是 牙膏 牙刷 洗发水 护发素 你只是换一个超市来消费 这个是 那么奖金系统 因为它有人性化的 合理化的 所谓什么是人性化的 爱多美加入会员 要不要钱 不要 那么每个月 有没有要求 你一定要买多少的 没有 没有 没有任何的要求 所以跟你去淘宝 跟你去Q10 有区别吗 没有 跟你去亚马逊 都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把一个MMM 拿钱的系统放进来了 也就是说它切掉了 不好的 就是强迫你消费的 拿进来的都只有 拿钱的留下来给你拿 没有一点点强迫的 所以呢 你只需要换一个网站 换一个超市来消费 那么就可以了 不要想太多 钱后面会自然而然就进来 那么第三呢 我进来了这么久以后 后来我会全力以赴 关掉我的补习学校来做 会再挨多美 就是全力以赴 好像刚才的陈庭销售大师 会全力以赴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公司的文化 因为这间公司呢 大家看看墙上贴的 生存速度均衡 还有真爱灵魂 经营梦想 鉴定信念 谦卑服务 这样的字 它不是一个口号 它是在遇人 教导我们做人的本质 甚至把论语里面的建立思议呀 然后还有很多的齐心合力呀 等等一些 就是中华的文化 还有那个 就是以前的 我们的这个文化 带进来来教育我们 所以我因为这间公司的文化 吸引而开始 全力以赴的 那么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全力以赴的路上 是如何在爱多美 做到小小的成功的 我认为 爱多美的成功一定有什么 大家知道吗 成功一定有 方法太棒了 成功一定有 方法 所以爱多美的成功 也一定有什么 方法 所以在大家出去加入的时候 你很茫然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找不到什么 方法 那有没有人生下来 一生下来 就会知道很多事情的方法 没有 那你通过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取得方法 学习 哇 你看我们的Yuki老师 给他掌声鼓励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爱多美人 所以呢 方法是从学习当中出来的 包括世界上很有名的 对吧 包括比尔盖茨 他是不是生下来 他就会做电脑的软件 不是 他也是学习得来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巴菲特股神 他也是 他一生下来就会玩股票吗 不会 他也是因为学习而 慢慢地有了这样的成就 所以呢 学习是我们取得方法 最关键的 对吗 那相而反之 爱多美的成功是一定有方法 成功的 反应词是什么 失败 那在爱多美有没有失败 没有 爱多美怎么存在失败呢 你没有投钱 从加入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只是一名消费者 在使用产品 你不在爱多美买 你也要去楼下的 超市购买 你花的就是你原本要花的钱 你没有拿钱出来投资 请问你没有拿钱出来投资 又怎么存在失败呢 会有失败吗 没有 所以在爱多美只有成功 没有失败 但是却有什么 却有不成功的 是不是这样 没有失败 但是却有做了很久 还不成功的 对不对 所以呢 爱多美不成功一定有什么 原因 成功一定有方法 不成功一定就有原因 那大家想一下 不成功的原因 你认为有哪一些 是什么原因导致 有一些人成功 有一些人不成功 大家想一下 不学习是其中一个 还有吗 懒惰 自私 没有行动 非常好 拖延 没有行动 还有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每一天 就像刚才 陈廷老师说的 梦想没有的时候 一切都是 漫无 目的 过得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的日子 所以这样的人 大家都通常认为说 拖延 没有行动力 然后 害怕 恐惧 不敢去说 不敢跟朋友分享 还有 没有决心 总是觉得我不行 我不可以 他可以 他行 他会讲 我不会 总认为自己不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目标 对不对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想不想要知道最主要的原因 请大家说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对 那我认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学习不够 大家一定要说 哎哟 但是 说真的 就是这样的 你害怕 出去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你在讲的时候 你没有底气 你没有学会 你讲不好 是不是这样 那你恐惧 也是一样的问题 对吗 所以在学习 只有 学习不够的情况下 你才会害怕 恐惧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当你学习得足够的时候 你对爱多美的知识 足以了解的时候 那你一定是怎样的 你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你讲的话会打动你的朋友的 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呢 那在这边呢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 一个小小的 我觉得爱多美学习的几个小步骤 想不想听 想听的话要怎样 谢谢 我觉得爱多美成功学习呢 主要有五个步骤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教大家怎么学习的 好 那大家都知道吗 爱多美今天你来到这里学习 有没有花钱 免费的学习系统 这是爱多美独一无二的免费系统给大家免费的学习 连免费的学习你都不要 那你就不要跟我谈你说我要成功这个字眼了 是不是这样 对 然后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步骤就是初步了解 所以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请举手 非常好 请给这些新来的朋友一个掌声 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干什么 初步了解 所以呢一定要走进这个会场来了解 了解爱多美是什么 爱多美跟别的MM公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了解爱多美的公司 了解爱多美的系统 了解爱多美的产品 那这一些都从哪里了解 从哪里来了解 系统 大家知道爱多美的系统有什么吗 中心 课程 还有一日研讨会 在今天的Venden Seminar 还有Sasek Atomi 还有网上的Channel Atomi 是网上的学习系统 知道这个Channel Atomi 网上学习系统的伙伴请举手 哇 接近不到一半的人 我们公司还是会尽量的来告诉大家 这个网上的学习系统的宣传 那么其实在家里 在网上你也可以学习 我们很多的领袖在台上讲的视频 都被放在了网上 你在家里就可以上去听 上去学 而且你可以不断的什么 重复听 重复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 这句话是什么呢 重复是学习之母 什么意思 如果学习只是学一次就够了吗 有的伙伴就说 哦 十六美人 我听过了 Absolu 我听过了 今天又是讲Absolu 我不去了 哎呀 又是讲十六美人 我不去了 可是让你去跟你的朋友讲 十六美人 不是六的时候 你讲到一半 嗯 嗯 哎呀 我也讲不出了 是不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一次的学习就可以了 对不对 大家想一下 包括世界上那些成名的人 他也不是一次的学习就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重复的学习 这样才可以深深的掌握全部的内容 包括爱多美的公司背景 奖金制度跟产品 可以说有的人都能倒背如流的情况下 如果你去跟你朋友分享的时候 你想想看你的朋友是什么状态 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好 是不是这样 我就遇过 因为我一个伙伴 我跟他去讲爱多美的时候 我跟他分享公司 还有奖金制度跟产品的时候 他说 哇 其实我有几个朋友都在做爱多美 他们就是讲 哎 加个会员呢 免费的 不用钱 哎 加会员呢 还可以对碰拿钱 哎 这个产品不错 你加个会员吧 他并没有像你这样的 给我讲解的这么详细 这么清楚 我知道说这个产品是从哪里生产的 我知道说这个奖金制度是怎么拿来的 所以他二话不说 我告诉你 因为我跟他是陌生人哦 他跟我不是朋友 我跟你家 马上就跟我加会员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吸引了他 你的专业知识吸引了他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爱多美的专业的什么 消费者 你是一个恐羞吗 消费者 每一个人都是 包括我现在也是 但是只是我们要把自己学习的更专业一些 这样才是你做事业的一个态度 好 那第三 当你学会了之后 你就要开始去干什么了 使用 今天学了一个维他命C 转头 听说旁边连几家 小朋友寂静不舒服去了 我跟你讲爱多美的维他命C呀 有七种的水果成分 油啊 芒果 石榴 草莓 快快讲完 就可以去 但是有可能你搅到一半又停了 是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是什么 等一下我查一下 所以说 这个开始使用呢 并不见得你把它能用好 但是你记住 在不停地使用的过程中 你会有一个 融会贯通 你会越用 越好 你会越说 越流利 甚至到最后都是 脱口而出 就好像我们去学驾车 一开始学驾车 学会的时候 上路的时候 哇 手忙脚乱 眼睛也要看 脚也要踩 手也要动 对吧 根本就没有说 一只手还能去拿东西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越开越久的时候 到最后一个手开 甚至吃东西 甚至有的人闭着眼睛都可以开 当然我不支持你这样做 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你如果把爱多美的 产品知识 奖金制度 还有你的公司背景 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会不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 所以这个就是说的 那么融会关通之后 哇 我已经说的 非常好了 我去加会员的时候 几乎是百分百的 签单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就OK了呢 没有 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可以不可以 那么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跟进 跟进吗 我跟你说 还要的就是 再次加强 就好像我们世界上 比较有名的运动员 我以拳王来讲 就是打拳 打赢了 他是第一了 他回去就不用再练了吗 反正我都是冠军了 我不用练了 可以吗 他只有保持不停的 每一天的练习 他才能接下来再获得 拳王的称号 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呢 你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要不断地再加强 提升自己 所以呢 我认为说 这个学习是一个终生的学习 是一个持续的学习 上一次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说 巴菲特跟那个比尔盖茨 在一次的会议上就遇到了 那下面就有人问他们话 就说 哎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厉害 可以做到世界首富 哦 这么有成就 他们两个互相看了一眼 就不约而同地都说了 一个词 他们当然讲的是英文 不是华文 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吗 终生学习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字是什么 终生学习 好 所以在爱多美也是一样的 我们又不断地学习 包括我们的尊王大师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金扇子老师 他现在已经是皇家俱乐部了 因为收入是两万新币以上 可是你们在成功学院 在研讨会的会场 你们看到他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次的研讨会和成功学院都会看到他 是不是 他没有停止过学习 到现在他还在学习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更应该加强自己的学习呢 是不是这样 对 因为他今天在印尼不能来 不好意思 我的手指按到不好意思 好 那这个是学习的五个步骤 大家都记得了吗 记得了吗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一定要打开你的耳朵去听 因为现在的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时代 科技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一定要先来了解爱多美 第二个就是 重复是学习之母 要不停地重复地去学习 第三 使用 使用的时候要懂得 第四 融会 贯通 一直到你特别熟练为止 第五 不要忘了 再次去加强 好 一定要记住这五个步骤 那么我再认为说 除了爱多美要学习的方法之外 想不想要知道 爱多美成功的秘诀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 OK 那我先来大概讲一下 这是爱多美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 爱多美成功之路 好 大家看一下 爱多美其实是有 Leadership是有七个level 第一个叫 销售大师 第二个叫 钻石 玫瑰 星光 皇家 王冠 尊王 那大家看一下 从你开始加入会员 到分享产品 在你了解个学习的这个阶段 我叫它耕耘期 这一阶段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在经营爱多美的前期 你是没有立刻就会看到 赚到多少钱的 那一段时期是要很付出的 在没有赚钱的情况下 你是要参加研讨会 参加学习 跟朋友分享等等之类的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 那么当你成了我们的销售大师之后 大家看到了吗 那么从这开始 你就不一样了 就像飞机起飞的一个 往上冲的线 直直的上去 那么从2000块 4000块 6000块 8000块 到1万块 这样的收入 一直到达封顶 刚才董事讲的 每个月都会有 5万美金 每一个在座的各位都会停在这个5万美金这里 大家都是公平的 你每个月赚5万美金的话 你在前期的时候 虽然有一个耕耘期 但是你有没有投资 有没有投钱 没有 所以这个是爱多美给了我们普通人 平凡人也有的一个成功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抓住 好 那我再来看一下爱多美成功的秘诀 掌声 好 我通常会有公式 秘诀都是带什么的 公式的 大家都想一下 成功等于什么 加什么 有人知道吗 努力加坚持 还有吗 选择 选择加什么 加努力 那我个人认为 爱多美 你想在爱多美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是什么 态度 对了 只有态度 什么样的态度决定着你 你来学习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不希望大家是坐在那里睡觉的态度 我希望是认真拿着笔记把重点记下来的态度 这是一个好的学习态度 这也是成功的一个开始 好 那么接下来成功等于态度 加什么呢 加什么 去态度这里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了 还有时间吗 那个在美国 有一个意大利人去到了美国 那他在美国 他到处 因为他不会英文 所以说他找不到工作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他去到一个餐馆找工作 然后呢 他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 但是那个餐馆的经理出来 问他说 你会做些什么工作呢 用英文问他 他说 No English 他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 No English 那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No English 因为他不会讲英文 所以只会一句No English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餐馆的经理 看到他的脸上的诚恳 就决定说 哇 也想给他一个机会 那么后来呢 就给了他一个机会 然后就说 但是他当时这样的条件 他不能够在外面的 就是场合工作 因为他都不会讲英文啊 完全不可以做适应生之类的 所以呢 他就只能给他去哪里 厨房 那么厨房呢 他能做的 肯定他不能炒菜 对不对 他能做的就只有两种 一个工作室干嘛 洗碗 可是那个时候 已经有一个墨西哥人 在洗碗了 所以这个工作他不能做 那么还有工作室做什么 洗厕所 他就被分去了洗厕所 可是这个人呢 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 因为他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他自从安排他洗厕所开始 每一天他都把厕所 洗得干干净净 他把自己用的毛巾 拿去抹墙壁 把自己刷牙刷 拿去刷墙缝 那这个厕所呢 每一天都非常的干净 他的那个墙面都可以当镜子来用 那么后来这间餐厅越来越出名 出名的不是他的食物 出名的是他的什么 厕所 很多人都是目着厕所的名而来 听说这间的厕所呢 就像是酒店的大厅 非常的亮丽 非常的漂亮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呢 后来他的这个餐厅的上面的大老板呢 有一次就来到餐厅 他也是推开厕所的门 一看 哇 哇 这个厕所 哇 这不得了 怎么这么亮 这么干净 然后就问 是谁打扫的 那他就把这个人带出来 那这个人已经在那边 已经一段时间了 这个时候他在 不止 只是会说 No English 他已经会简单的英文的沟通了 像他这么努力的人 你想 他会不会学习英文 一定会 因为他的态度在这边了 大家明白吗 那后来呢 这个大老板就想说 哇 这个人洗厕所就可以洗到这样 如果我让他洗菜呢 会不会洗得很干净 如果我让他 那个打理厨房呢 他会不会很干净 如果我让他管这间餐厅当经理呢 他会不会做得很好 就这样 他被升成了餐厅经理 给他一个掌声 那他能升成餐厅经理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态度 所以讲个故事 插个题外话 不好意思 好 下面再一个态度加什么 太厉害了 是谁 这么厉害 好 技巧 所以技巧很重要 那么技巧 这个人 没有人生下来 就会有技巧的 所以呢 这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谁 这是吗 这谁呀 乔丹 他是篮球之神 那你知道 乔丹在中学的时候 他要求进篮球队 因为能进NBA去打球 那是他的梦想 那当时老师拒绝他 他说你的技术不够 技巧不够 还有你的个子那时候也不够 才1.7 那么乔丹他跟老师怎么说的 老师 只要你能让我进去这个篮球队 我给那些队员擦汗也行 我给那些队员擦球也行 我给那些队员地板上他们滴的汗 我抹地板也可以 只要你让我进去 老师被他这么诚恳的态度打动 就把他 就是加进了这个篮球队 那么他进去以后呢 他不停地站在旁边干什么 观察 看别人打球的姿态 别人怎么做 然后呢 自己晚上偷偷地到球场去 不停地练习 所以伙伴们 当你看着你的上线的伙伴出去 他们在讲的时候 你要不停地什么 停 不停地学 看人家怎么讲 看人家怎么说 我们要不停地看视频 我们不停地要去看 韩国的成功人士 我们要去看董事长的视频 看李胜元博士的视频 我们要跟这些成功的人士学习 我们只有跟他们学习 我们才能成功 所以说后来乔丹他就成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他的整个队的一个主打 大家的目光都在他身上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想不想要成为 你的团队里面最耀眼的那一颗 要不要 大家一起说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我也相信你可以 一定可以 好 那么这个是乔丹的一个故事 在后面的话 就是爱多美成功的技巧的话 有了前面的学习的方法步骤 你更好 再有了好的心态 掌握了技巧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在爱多美组建这样的团队了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你本人 你呢 可能找了七个人 蓝色的是你找进来的伙伴 左驱的 右驱的 看到吗 把你认识的朋友分成两边来放 那么呢 你找进来的朋友 第一个红色是你找进来的这个朋友 他也把他的朋友 带进来 所以有了你这样的伙伴才会出现一号 才会出现二号 才会出现三号 所以爱多美不是一个人做的 你先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做好 做好榜样 你会复制出来跟你一样的学习的 一样态度的 一样会使用技巧的伙伴 但是首先的第一个条件是 谁要自己做 谁要先做到 自己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 所以你看这样子 你只找了 在左驱找了七个人 但是你的左驱却有 加起来有四十多人 你只找了七个在左边 但是却出现了 四十多个 这四十多个人上网去买 全部都跟你 有关系 每三十万左驱 每三十万右驱 你大概就可以拿新币 二十五块或七十五块 取决于你个人户口 明白吗 新来的伙伴 对奖金制度不太了解的话 有机会 有奖金的课可以再听 今天不能讲太多 已经只剩下四分钟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爱多美的董事长说的 在爱多美 不用很聪明 很厉害 就能成功 在爱多美 不用本钱 就可以白手起家 没有能力的人 你一定要做 爱多美 为什么 爱多美就是把所有普通人的日常的消费连接起来 我们做的是系统 不是买卖产品 记得不要从网上把产品买下来拿到另外一个网站上去卖 我会笑你的 明明你的朋友上爱多美上的网站买你就已经有收入了 你还要从网上买下来再放到另外一个网站去卖 你是有问题吗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买卖产品 你只要把人加进来 教会他可以上网购物 他家里需要让他上网去购物就好了 他上网一点击购物 他自己的户口会有PV 你的下面就已经有 PV了 干嘛做那样的事情 买了再摆摊去卖 买了再拿到网站去卖 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会笑你的 理解了吗 所以爱多美是非常容易的 第一自己使用产品 第二分享产品 第三复制 就这么简单 自己先用 然后让别人复制你 OK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爱多美的成功是属于有梦想 有目标 更是属于持续学习的人 我在这边要强调 什么叫持续学习 你会学习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持续 你能不能够持续的 不停的重复的学习 这个是最关键的 只要大家能够做到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会在爱多美成功 成为尊王大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